吉安湘工所在5月份开始 每两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 在吉安创客站来举办乡长校查时间 除了是接受乡亲预约或者是现场陈情沟通 也邀请各社团来交换意见 共同来凝聚吉安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了拉近和乡亲的距离 吉安湘长游熟真特别开办了乡长午茶时间 除了可以倾听民众意见 也可以和乡亲见见面聊聊天和杯下午茶 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乡镇建设的梦想和原景 也有很多是针对于中央或者是地方的问题 我们来作为一个桥梁作为一个协力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农业处 我们的建设处甚至于是这个退伍费台东农场 的副厂长都到我们的现场 除了解决乡亲的问题以外 也解决我们地方建设的瓶颈 乡亲说他没有问题 但是想来看看乡长 来跟乡长聊聊心事 我想建设是及时的 也是要马上到位的 但是无茶时间 可以倾听乡亲的意见 看看我们的乡亲 带来给我们吉安乡有没有未来规划的希望跟理想 5月份开始每两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 在吉安创客站登场的乡长午茶时间 民众可以先上网预约告知成情的主题 乡公所会事先邀请相关单位共同出席来讨论 也可以现场接受民众来沟通 除了被动的接收乡亲的意见 乡公所每一次也会领定不同主题 邀请各个社团来交换意见 共同讨论吉安乡未来的发展方向 邀请各个社团来交换意见